欢迎我吗 怎么说呢 刚才我们的郭FC一讲的时候 我觉得我都不敢上台了 我没什么武功 只是我觉得我特别喜欢安利这件事 我也非常热爱安利这件事 所以就把这件事做到了FC 就这么简单 非常感恩傅先生 对我这么信任 把这样一个重要的话题给我 这个来之前我还在想 我做了20年的安利 应该说是第一次 在万人的大会上分享 也有挑战 但是呢我这个人呢 这个是非常有信心的 我什么挑战都不怕 所以接下来 我想呢在我还没有去讲那个主题之前 这个我想呢 送给大家三句话 因为昨天那么多的这个FC的领导人 他们讲了那么多的内容 我相信我相信 我相信对大家都有了很大的激励 但是安利这个事儿 光激励不行 这个激励呢只是暂时的 这个励志是长久的 大家说对吗 所以我想把这三句话献给你们 也希望你们做一下认真的这个思考 然后呢跟自己对一下号 那第三句话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呢 在安利这个事业当中 只要你自己对你自己有足够的信心 那安利我的今天就是你 你 你的明天 听懂这句话了吧 那第二句话呢是什么呢 此时此刻 不论你离这个舞台有多远 只要你自己对你自己有足够的信心 这个舞台就属于你们在座的各位 第三句话 无论今天你坐在哪一个角落都没关系 只要你自己对你自己有足够的信心 将来一定一定会有那么一天 你成为这个舞台上的主角 我送给你们这三句话 那接下来呢 我想昨天我们得到了那么多的激励 我想我不太会激励 但是呢我会干安利的活 所以我接下来呢 我想给你们去讲一讲 我们怎么样的把我们安利这个活干好 听懂我说的话吗 这个建设团队 因为接到这个题目的时候 让我讲建设团队开发市场 后来我跟那个郭鸿斌FC沟通的时候 我说我是不是能够理解这个开发市场 就是要去做推荐吧 大家说是吗 对 其实今天我要讲的这个主题是开发市场 开发市场 我们就要去做推荐 大家说对吗 我们今天如果我们不去做推荐 你想上钻石 想上FC 那是不可能的事 大家说对吗 所以我们就一定要知道 我们在做到钻石 还有我们要上FC的一个过程当中 我们需要去做什么 这个我们才能够去做到 所以我想呢 今天呢 以我自己个人的一些个经历和经验呢 跟大家去分享分享 我们回去之后 怎么样的能够尽快的把市场开发出来 然后尽快的去完成我们心目张东的那个 讲弦 好不好 这一说 教干活就没那么大的掌声 因为我想可能是因为傅先生觉得我能干好这个活 所以呢 就派了我这个活 就让给大家去讲这块的内容 我想 我想我还是花这么几分钟的时间介绍介绍我 为什么呢 因为一介绍我 我想你们就会有动力做安利 是不是 对不对 而且我一直在想这件事这两天 为什么那么多的优秀的领导人 成贯那么多的名嘴 怎么就让我这个不太那么内向的人来讲这堂课呢 可能就是希望我站在台上给我们所有的成贯的兄弟姐妹们一个天大的信心 就是我能做到你们也能做得到 应该是这个主旨 所以我想我站在这个台上 我都不用讲话 你们就应该有信心了 你们就应该觉得我能做到的事情 你们就一定能够做得到 因为我的经历没有像前面的那么多的FC 有那么光鲜亮丽的那个人生的那个历程 我的这个 这个这个 很简单 我在96年之前就是一名小小的公务员 但是呢我的这个主要的工作还不是做公务员 我的主要的工作是做贤妻良母 然后96年一个非常非常的偶然的机会 一个陌生的小孩子 23岁大学还没毕业 就认识我了 陌生的 然后呢就坐在我们家里头 叨咕叨咕叨咕 就给我讲了一晚上安利这个事 那么叨咕来叨咕去的一晚上之后呢 我一觉得他讲的挺有道理 我就第二天我就想了 我别上班了 我就做安利吧 我就做安利了 因为我是觉得做安利 比我那上班赚钱多 就做安利了 其实就这么简单 没别的 我觉得安利 我做了这个20年 我的安利的这个生涯非常非常的简单 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 你们不用去羡慕FC 你也能做到FC 就是FC干什么事 你就干什么事 你就能上FC 这是安利最大的价值 所以96年 然后4月份加入 5月份开始做安利 三个月之后 我的介绍人说 安利不能干 干不行这事 干不了 推难 咱干别的去吧 我说我干不了别的 我就干这个吧 然后他说 那你就考察考察 也有其他的公司 我带着你去看一看 但是带了我一圈 我觉得我这人只能做安利 别的干不了 我就做安利了 96年开始做 然后这个三个月之后 介绍人这个也不做了 我呢也不知道怎么做 反正我觉得安利这事就一个字 做 然后就做就行了 所以呢我就开始在家里头 就开始倒鼓倒鼓的 这个做产品示范 我记得第一次做产品示范 然后给一个朋友 我的一个特别好朋友 把他约到我们家来 做产品示范的时候 我觉得那挺简单的 我就弄了一大嘎的这个鞋油 放在那个手背上 然后就弄一点的这个乐心 涂了涂的 一边涂一边还跟他讲着 我说我什么都不会讲 我就给你涂涂 然后你就看这个奇迹就发生了 结果越涂越涂 这个奇迹也没发生 越涂越涂 手越黑 然后那个手绢也没洗干净 后来我这个好朋友说的 哎呀你也别弄了 看你挺费劲的 我就买一瓶了 我就开始安利生意了 我是一年这个办之后 才认识傅先生的 然后在这期间呢 我觉得安利也没有多复杂 不就是做干这么天天 做家里头干这么两件事吗 一个是分享产品 一个是讲制度 这个讲制度我还不大推会讲 因为数学不大推好 这个4% 那个时候根本不会讲 我就知道 我就会算 6% 乘以那个数 得多少钱 我就告人多少钱 就这么就开始了 你看我就这么做 我也纳闷了 这个对纳闷 你们可能听不懂 是我们这个图语 这个 我五个月 我就上红宝石了 反正就是知道去做 天天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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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今天可能从我的这个声音里头 你可能会感觉到我的声音 声带里头会有些个沙哑 因为这是20年前 讲安利的时候留下做的病 因为讲的太多了 天天就讲就讲 另外呢 也是因为我在做安利之前 我特别内向 不说话 一天说不了几句话 这个做了安利之后呢 我就想这个不说话 不能做安利 做安利得说话 所以呢 这一天呢 就把我可能 这个之前一个月的话就都说了 说了说了 这个声带就出问题了 所以就讲到这个声带 到今天一讲课的时候 会就发现声音有些个沙哑 但是你们还能听得清楚吧 能吗 那我这个11个月就上明珠了 那个有明珠这么个奖弦是吧 然后到98年就停止 人家停止的时候 我记得一个 这个伙伴跑来还告诉我 他说的 这个傅姐 咱别干了 这个中央台都发通知了 国务院 不让干了 我说你回家 哪家公司都不让干 安利肯定让干 他就一吐舌头就回去了 然后呢 98年我们也没有想到说 这事不让干 所以呢 这个98年经历了三个月的 这个调整 然后安利公司这个7月 98年的7月21号 这个复业了 复业之后 我用了七天时间 我又回到红宝石这个职位 然后一年半之后 接触了傅先生 那同时呢 我觉得在这个台湾这个地方 我觉得站在这个讲台上 我最对的 想感谢的一个人 就是我的恩师 杨赫松先生 我在这里给他身具一宫 非常非常感谢杨先生 真的给了我很多 正确经营安利的理念 也让我知道了 安利是什么 也让我真正的懂了 安利的价值是什么 所以一年半之后 接触了傅先生 接触了杨先生 然后就走进了城观 那就一直走到了今天 然后我一直在这20年 这个过程当中 特别特别的 每一次都非常非常的庆幸 我自己能够选择成冠 能够跟随傅先生 跟随这么这个卓越的 这个直销的领袖 然后在安利这个事业当中 才能够让我们成功 那另外呢 我想刚才我是代表我一个人 对我们的恩师 以及我们傅先生的感谢 那接下来呢 我想我也代表我的先生 钟世杰先生 应该你们好多人都认识 我是他媳妇 我是他媳妇 我代表他 谢谢杨先生 也谢谢傅先生 因为今天他也来了 我开始的时候 我觉得应该让他讲名嘴 我根本就不大会讲 结果还非得让我讲 所以我觉得我在安利里头 其实就是各自扮演好 各自的角色就行了 对吧 你看我也有我的角色 我的角色就是给你们信心来的 所以我讲的这些内容 其实不太重要 重要的就是你看到我能够做到FC 你们回去之后各个的握紧拳头 就开始就讲傅大姐能干的事 我们一定能干 这事就成功了 这事就达到今天的目的了 但是在建设团队这一块 开发市场这一块 我想今天说句一句 到家里头的话 因为咱们都是家人 你要想做钻石也好 你要想做I5C也好 你要想建团队也好 我就跟你说一句最经典的话 就是把推荐进行 到底你就成功了 你不推荐你什么都上不了 大家说是不是 安利再好 你不推荐跟你没关系 所以你这个口才再好 你不去做推荐也没有关系 所以跟你今天最近的关系 就是你要去做推荐 这个一定要把这个牢牢的记住 你们回去就都上I5C了 你就那么杀人 你不去做推荐 你说你怎么上钻石 对不对 安利再好跟你有关系吗 安利跟你的第一个关系 就是你要去做推荐 你要不停的去做推荐 那你又告诉我了 这个推荐其实挺难的 我跟你们说句到家的话 再说句到家的话 因为今天都是家里人 知道吗 我再跟你说一句到家的话 有目标的人 就不会觉得推荐难 没有目标的人 就一定觉得推荐难 对吗 安利有什么难事呢 我觉得我做了20年的安利 哪有什么难事啊 那天郭红彬IOC说 让我大一开的去介绍 介绍我个人的这个简历 我说我这个简历挺简单 然后最后呢 我就说我就跟你说说 我的座右铭吧 我说我的座右铭就是 只要我自己相信我自己 我想上什么奖仙 就上什么奖仙 你说 因为你说安利这个事 你所有所有都是你自己掌控的 你看那人不顺眼 你可以不可以不推荐他 你说我要看那人不顺眼 我就得推荐他 谁有毛病 一定是你自己有毛病 对不对 所以安利这个事业 真的非常非常的伟大 就在于把他的机会 每一天给那些个平凡的人 给那些个普通的人 这是他的伟大之处 那么安利的成功之处 就是能够满足 这些普通人他们的需求 所以你每一天 你不停地把安利的机会 给到那个需求的人 你不是给到那个多厉害的人 我觉得央视老去想 多厉害的人 我根本不会 不可能站在这个台上 因为我不是厉害的人 所以可能就被那些个 老去想推荐厉害的人 就给光机踩那了 就完了 可能我就没有今天 我的安利事业了 所以今天因为咱们是 领导人培训 今天我们讲的这个话题 是不是 因为今天我们不是 面对新朋友 我们昨天得到了 那么多的激励 我想呢 今天呢 我想带着你们 立志立志 因为立志立志 我们就能够成功 大家说对吗 对呀 安利这事哪有那么复杂呀 有的时候是因为 你想复杂了 对吧 是因为我们 在做安利的过程当中 你会把安利的生意 越来越觉得复杂 所以你就做复杂了 我之所以能上 IFC 我是觉得 越做安利越简单 没有那么复杂呀 你看昨天 我们马来西亚的 那么优秀的几位领导人 摇摇杯子 就能上了 我觉得这更简单了 是不是 都不用说话了 天天就幸福 幸福幸福就给幸福IFC了 真是挺好的这件事 大家说是吧 所以安利最重要的就是 不管是建团队 还是开发市场 一定是你最重要的 推荐的第一人 就是你自己 不是别人 所以你一定要把你推荐好 我记得我刚开始 做安利的时候 我们钟老师就给了我三句话 他说 靠人人跑 靠山山倒 只有靠你自己 自己最可靠 所以我就想 安利只有靠自己 我们有优秀的团队 团队领导人 给我们去把握方向 给我们去交流 他们的经验 但是 你再怎么着 你这个脚老抬着 你不落地儿 绝对不可以的 所以今天 我们要想上钻石 要想上FC 我希望通过这一次大会 我们所有的人 落地儿就上了 就这么简单 没有什么的 这推荐那个活 其实挺好做的 因为你想推荐谁 就推荐谁 你不想推荐谁 就不推荐谁 这是你自己的决定 这是你自己的选择 你要觉得那个人 我真干过这事 就有一个 这个我的原来的一个 好像是好朋友 但是我做了安利之后呢 他老背地儿捣过我 说我做传销去了 说我什么干这个去 干那去了 结果有一天呢 他也觉得这个事不错了 就来找我 他说 我也觉得这事不错 我跟你做吧 我说我不要你 然后他说 你为什么不要我 我说我也不说 为什么不要 反正我就觉得 我不能要你 那后来这么多年 我说你那找谁做少 反正我不能推荐你 你看是不是 由你自己来把握 有的时候是因为 我们心态出问题了 我们太着急了 做安利呢 你永远就一个劲 杨先生那个时候 告诉我一句话 他说 你就一直一直的往前走 别回头 一定有人跟着你 我就一直一直的 一直的往前走 我也不回头 我就今天就做到了 所以我整个的安利生意 20年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 这个简单 没有多复杂 那这个推荐哈 开的这个 这个建设我们的团队 我今天想跟大家 分享三步 第一个就是不嫌弃 我们一定要把机会给予出去 我们不要去挑三拣四 不要去嫌弃别人 安利的伟大 我不说了吗 就在于我们把普通人给予 给予 把机会给予这些个普通人 所以今天我们未来 要在安利事业当中成功 我们要成为一个非常合格的领导人 那我们首先我们以身作则 我们做到什么呢 不嫌弃 我在安利里头 我们整个的团队 真的是大学生也有 研究生也有 大字不识一个的也有 都可以成功呀 我们有一个这个人 连那个一个字都不识 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 但是他也做到了 安利中国的这个营销经理 就是我们的翡翠 一个字都不识 所以安利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生意 只要你要 你就可以把它做成 所以今天你们要想上FC 要想上钻石 还是要问问你自己 你是不是真正的去要上FC 要上这个钻石 因为只有解决了你自己的问题 你才能够没有问题去带领整个团队 都没有问题 就这么简单 哪有多复杂的事 所以我们要做到不嫌弃 然后不抛弃 安利走进来之后 有的人一定是做得快 有的人一定是做得慢 所以你不用去着急 你就老去做 老去做 你看我自己 我有自己的一个目标 这个目标就是 反正不管多少市场脱离 我永远做红宝石 这就是我的一个目标 你就做去不就行了吗 那你这个过程当中一定会有人上得快 有人上得慢 这没有什么关系呀 今天他上得慢 他五年 他十年上的钻石 有的人可能三年上的钻石 但是都叫钻石呀 大家说对不对 对 所以我们不要去闲地 也不要去抛弃 然后就这个不行 那个不行 我们带团队 我们一定要去学会 去欣赏 学会去尊重 我觉得我们去讲这个 什么建设团队呀 建这个团队呀 我都都不用我去讲 因为傅先生都告诉我们了 尊重 对吧 诚实 不都都跟你说了吗 你就按照他说的去做就行了 哪有什么多新兴的东西呀 再一个就是不放弃 不放弃 我们不放弃任何的机会 去把安利这个事业 推荐给更多更多的好朋友 我做安利 这个十一个月上明珠 后来就是这个这个 九八年一刀切 然后过了九八年之后 九九年两千年 我是在那一年 我从一个高级主任 做到了行政钻石的 这一下子就上来了 我觉得我这么多年 在整个带团队的过程当中 我认为只要你心态够好 你心态够好 你态度够好 你就能够把团队带起来 那么另外呢 就一定要学会信任伙伴 学会尊重伙伴 学会欣赏伙伴 学会鼓励伴 这还不会吗 会不会 对我觉得你学会我这点 这个事你比我做的大 因为你比我有能力 大家说是不是 我们兄弟姐妹们 所以今天我想 我讲的这么多呀 希望你们能够 透过我的这个分享 你们能够从中 能够去悟到一些个东西 所以我想安利这个事 我也真的很感谢这个傅先生 每一次成贯 这样的大会呢 让我站在台上露一头 露露面 然后给大家信心 那我最后呢 我想嘱咐嘱咐大家哈 做安利 这个我们要想成为领导人 我们不能光讲 简单听话照着做 我们一定要简单听话 悟着做 然后好好的去悟安利 那最后呢 我想呢 我这个再给你们 这个掏心窝子的 说一句话 就是好好的做安利 好好的做安利 安利一辈子会属于你 而且好好的做安利 一定能够活出你 人生的精彩 鞋 打